所以我們講學習就是為了變化器組 對不對 對 我們叫變化器組 你的心 你的行為 就慢慢改變了你原本不會的狀態 重點來了 很多人都會發現一個問題 有一種東西叫運氣 你好像賺錢比較容易 對 我運氣比較好 你的這個沖的咖啡比較好了 剛好你們會喝 我運氣好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運氣跟身體有關係 你怎樣達到好的硬性 身體好 有一句話叫身安則心平 他可以達到心平氣而 處變不驚 他需要的要不要他的身體能量要強 現在又講到身體能量 所以我們練功啊 可以加強的運氣叫強化運氣 你看我們如果以看面相 運氣從哪裡看 一個是色澤 一個是光 一個是他的天庭飽不飽滿 我們講硬糖 有沒有發光發亮 所以我們運動的人 健身的人 比較陽光 到我們太極院 有很多人來諮詢 太極院的老師 講話有條有理 非常有文化 平經據點 非常有氣質 運氣跟身體 的一個狀態 有直接關係 是直接關係喔